世界名人 孤单的小孩 爱迪生 发明大王爱迪生是美国人 他从小就是个好奇又好动的孩子 很喜欢问东问西 无论什么事都会追根究底问清楚 Happy Book 世界名人 航向梦想的探险家 哥伦布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 小时候读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 对书里所描写的东方世界非常好奇 一直很想去看看 这个小心愿促使他长大后发现了新大陆 Happy Book 世界名人 梦的建筑师华德迪士尼 大家一定都听过迪士尼乐园吧 无论是白雪公主 小陆斑笔 小陆斑笔 还是顽皮的小木偶 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把这些美好的童话人物集合在一起的人 就是华德迪士尼 就是华德迪士尼 Happy Book 孝顺故事 装成小鹿的坛子 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名叫坛子 坛子家里虽然很贫穷 但是父母亲还是买最营养的食物给他吃 买最饱满的衣服给他穿 让他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 坛子渐渐长大 父母亲也渐渐的老了 有一天母亲问坛子 坛子啊 怎么最近天色越来越暗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呢 Happy Book 一所欲言 葡萄园里的宝藏 有一个老农夫 种了很多的葡萄 他非常勤劳 不管日晒雨淋 每天都到园里照顾葡萄 所以他种出来的葡萄又甜又大 在当地非常有名 农夫有三个儿子 因为小时候太过溺爱 长大后个个好吃懒做 一点都不像勤劳的农夫 Happy Book 安徒生童话 丑小鸭 一个暖暖的午后 鸭妈妈的宝宝 一只一只 敲破蛋壳 爬出来了 全身毛茸茸茸的黄色小鸭鸭 实在是太可爱了 但是 其中有一只鸭子 长得跟大家不一样 这只鸭子又大又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